今天做一道海鲜两面黄 主要原料有全蛋面 袋子 虾 还有鱿鱼 取一大碗 加入盐两克 糖两克 小苏打一克 生粉两勺 十克 水五十毫升 搅拌均匀 下入鱿鱼 虾和袋子 用手抓匀 腌制二十分钟 煮一些绿叶菜 我今天用的是菜心 切成寸段 两瓣蒜 切蒜蓉 喜欢辣的朋友可以切点小米辣 做水锅 水开后把蛋面下入 烫一下马上捞出 不需要煮 平底锅烧热 加入少许的油 下入控干水分的蛋面 翻一个面 加上少许的油 这样煎出来更酥脆 可以用筷子翻一下 把内部也煎酥煎香 面的表面已经开始金黄色 已经干了 就可以出锅了 做一水锅 把刚才腌好的海鲜下入 水开烫熟后 我们把它捞出 控干水 炒锅做热 加入底油 下入切好的蒜和小米辣 加入青菜 黄酒 烧血 加入控干水的海鲜 加入生抽 20毫升 老抽 5毫升 胡椒粉 2克 加入高汤或热水 最后加烧去水淀粉勾芡 煮过煎 淋点香油 炒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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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